下午三点 对于上海的上班族而言 这个时间正是他们埋头工作的时候 而对于在上海的香港人来说 这个时间点 却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休闲时光 香港的工厂到了下午三点半 是分班休息的 就是喝下午茶 这个如果你不放下午茶 几乎大家在起革命 我们一起不工作会罢工的 所以大家会分班 一组人可能三点十五分开始 那么十五分的人 他就要四十五分要回来 所以另外一半可能就三点 三十五分的话 就是四十分左右再去喝下午茶 这样子交替之下不会停工 然后大家一起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是不分老板 厂长 或者是工人 他都会在同时享受下午茶 因为下午茶实在是一个很平民化的 他不昂贵 其实喜欢追求优雅生活的上海人 如今也对下午茶服务情有独钟 只要工作允许 互上茶餐厅也常常会在午后 迎来又一次客流高峰 而在同一时间的香港 此时的茶餐厅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香港的下午茶现在改变了 我们很多不再去茶餐厅或者吃 因为第二个茶餐厅也爆满 我们就变成在自己的鞋子楼 或者自己的工作地方 打电话叫外卖 所以就形成了外卖下午茶文化 两块大概就二十分钟 这个外卖就一大盆这个东西来了 香港人的下午茶一般在下午两点到五点 在广东话里 这顿点心被形象的称为三点三 三点三就是三点一刻的意思 香港人通常会在中午十二点吃午饭 而下午六点为下班时间 但在这段工作时间里 常常会扣去半小时来喝下午茶 于是喝下午茶的叫法 也就成了取工作时间中间值的三点三了 一天出都挺多下的 都可以做到成四至五千块 四五千块就算一转 都很多转 因为去这些不停地包 你不停地去 在香港 送下午茶绝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每天的外卖收入大约八九千元 按平均一百元一单计算 每人每天要跑二十多趟 看到他们把一个个外卖送出去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我在香港拍剧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机会可以下午茶 但是我们的剧组很聪明 带个壶 拿着一个大的水壶 带两个大水壶去 把冲好的奶茶放里面 放里面之后赶快开车 剧组开到片场 或者开到电视台 然后大家就一人一杯一人一杯 这个享受都是有的 香港人传承中国传统 坚守西方文化 把高档红茶变成了平民化港式奶茶 而这种喝下午茶的习惯 现在已经成为了香港人 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然而然 茶餐厅也在这样的环境里 拥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 当我们走访香港本土的茶餐厅时 却意外地发现 坚守了50年的香港茶餐厅文化 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地租上涨坚持真的有必要吗 不停地包 你不停地去 香港就是个地方小 人多才可以有茶餐厅 茶餐厅买单之货 未来茶餐厅的发展方向 又会走向哪里 如果你不放下午茶 几乎大家再起个命 我们一起同民族会办公的 变得更好自于 你要保持它传统的一面 茶餐厅双城记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银龙茶餐厅 银龙茶餐厅于1963年 有规模不大的兵士起家 到今年5月 香港银龙茶餐厅就要50周岁了 这也意味着 这家老字号的茶餐厅 已经伴随着香港人 整整走过了50个年头 采访这一天 银龙饮食集团的执行董事 邓炳雄先生 亲自在店铺里监督 像一位普通的大堂经理一样 忙碌着 50周年电庆 自然是最近邓炳雄工作的重点 但其实 更令他紧张的是 望角的银龙分店 正面临着关门歇业的危险 太好了 下万人电庆 就可以了 这家组合 有利店 对的 那家裏 24日 那家的名单 那家装 要处理多少 那家装 如果不够的 那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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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冰单 可能要出塞给我们 是吧 匆忙之中 他把我们带到荃湾 一家有着18年历史的银龙老店 荃湾是香港第一个重点开发的新市镇 也曾是香港第一段地铁线的终点站 这里的街道建设 几乎都是以地铁站为中心 南北两端差异很大 邓炳雄告诉我们 最早选择这里开店 就是因为他可以给职业不同 又形色匆匆的人们提供方便 因为香港就是地方小 人多才可以有茶餐厂 村流不适 坐下吃东西吃东西走 例如什么 公仔面 厨房出品 我们有猪扒饭 再加上我们又是香港人 比如我们南方人多 面食就要加上鱼蛋河 云吞面 集中在一起 将它变成茶餐厅 后来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 房租也水涨船高 这也迫使香港茶餐厅开启了24小时通宵营业的模式 但由于香港茶餐厅总是以街坊邻里作为服务的对象 很多茶餐厅都很坚持保护自己的熟客 这也导致餐厅食品价格上涨缓慢 与铺租的飙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 再加上洋快餐的竞争 香港茶餐厅的生存空间似乎正在压缩 令邓炳雄担心的正是这个问题 近几年来铺租涨得太快 租金开支已占营运总开支的30% 在尖沙嘴 铜锣湾等中心城区的分店租约 也将陆续到期 加钱续租 几乎不可避免 部分分店可能要撤往同区二线商圈开店 在我们节目播出前夕 我与旺角通菜街同样经营了18年的银龙老店 因为无法承受涨价至200万港币一月的租金 而不得不提前灌门协业 令人扼腕叹息 或许茶餐厅的未来发展 依然是要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吧 我们看到银龙那份50年的坚守 看到上海新派茶餐厅树立的典范 也见证香港茶餐厅从家庭到集团的变迁和发展 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 也用自己的智慧 把这个地道的茶餐厅文化送出香港走向世界